不過講到說不要看道長 道長自己本身應該八字也要很重對不對 也要不害怕說 可是你自己也有遇過幾場比較特別的上罷長 當初在拍某一部電影的時候 剛開拍完幾天 李一色打電話來 他說有一場就是 穿紅衣的 穿紅衣的粽子要送 結果我跟他說 你這個穿紅衣的 以習俗來講的話是頭七前要送掉 但是因為司法上就是你那個繩結 他是兩夫妻吵架 司法上程序就是檢察官會扣押繩子 他會看似他自己綁的 還是人家綁的 對還是被自殺 所以他扣押繩子 家屬說不然就等 繩子拿回來送好了 結果在頭七的第二天晚上 那個王者的先生 他就從三樓的陽台 綁上去然後直接跳下去 綁著跳下去 屍體夾在外面 因為你夫妻吵架你怨氣就是很重 所以遇到穿紅衣的我們都是能趕快處理 可是因為檢察官把證物拿走了 所以可能拖過那個時間了 對 後來發現老公 老公從三樓自己綁起來往下跳 那不就掉在半空 對啊 哇 所以我們此時還有另外一個處理方式 就是說 你至少衡量要先處理掉 衡量 對 先算衡量 對 所以說 還有一種 兩光的鐘葵 喔 絕對不起你 沒有啦 不會是我 對 那是之前有發生過的一件 就是 他 找了那一位鐘葵 他以前就是 都是做廟會 後來他 人家請他去送 去送這一顆粽子 結果 走到一半 沒有送 沒有到村 你至少要出村莊 對 那走到村口 他又轉回來了 為什麼 怕 不是 他不知道那個 習俗 那個禁忌在哪 對 只能出不能回 結果那個 同一個點 同一個點 過了兩個禮拜 不到五公尺的樹上 又掉了一個 其實有點抓交替的 對 概念 對 阿伯怎麼處理 後來第二個 他們就 找我去送 對 送完之後 那你就會得罪前面那一位 沒有 他已經抓到交替了 這沒辦法 我們也不能不處理 對啊 但是我們處理完之後 他們還是 他們還是會得罪回來 對 真的會得罪喔 他得罪了錢 一定會的 同行 一位同行 那個跳鐘魁的那一位 我以為說得罪第一個仲子 沒有啦 仲子送走就好 仲子不會 然後 後來對方就又去 他們那邊當地那邊去 揪募款 又辦了一場法會 就是要把面子討回去這樣子 對啊 法會辦完到現在也過了八個月了 不只了啦 不只了啦 對 將近一年了吧 大家都知道誰會送誰不會送嗎 其實同行都知道 同行都知道 不會送的敢去送嗎 自己不會 不便多說了啦 對啊 有一些就是便宜就好 對 它有很多的規矩在裡面 跟經驗啦 碧燕也會跳鐘魁嗎 我不會跳鐘魁 可是 碧燕是因為 碧燕是因為要 就開光羈押才認識龍道閘 我去沖他的茶 沖他的茶 我直接沖進去 那個羈押可不可以給我 你沖他掌是什麼意思 我都是因為我們在媒體上看到 那個宋若仲的訊息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那個道長是誰 那之前就是曾經就是有 記者他都自己發訊息給我 又有宋若仲了喔 叫我去 然後我 然後我們有 我志工去了以後 找不到人 因為他可能那個時間 時間有誤差 他們已經送出去了 然後我們找不到人 然後你們聽說 宋若仲的科儀 他的整個行程裡面 會有開光羈押 對 你們是要去搶救開光羈押的 對 我們就是要跟他遇上 因為我們沒有聯絡的方式 我們只能在那邊 守株待兔的起來等 然後看他們來了以後 我們就跟他說 那個開光羈可不可以 先禮後禮 看能不能給我 如果 那個 通常都會給 如果說要回收的話 我們就是拿錢出來贖身 對 也有那種問題 對 你不怕嗎 人家大家都走到要死 都米到這樣 你還衝到前面 如果今天沒有那個 沒有羈押的話 我會怕 如果又有羈押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我救生命的那一種 我會想要救生命 對 然後我會 生命 兩條生命在那邊 我覺得我那個怕不算什麼 所以我都會敢衝 所以你衝過 臥雲道場的場 對 那臥雲道場 你碰到檢畢業來說 這女的是不是怪怪的 因為之前都看過他的新聞 對 所以他 我們開始之前 我看到他們過來 我就 還是先給他們輔帶著 對 該做的安全 還是要先做好 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舊羈押的這個影片好不好 畢業 對 這個是 生港送霸掌的儀式 對 這個就是龍道場那一場 對 在樹上上吊的 我跟我們志工 就在那邊守株待兔 然後等那個 那個法會用完的時候 交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給他裝箱 然後之後 我們再給他鬆 我們要先檢查他沒有受傷 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有的話 我們就會帶回去看獸醫 我們有配合的獸醫 我們就已經送到護身員 然後再給他鬆綁 然後鬆綁以後 我們就可以給他 放到那個護身員裡面 就已經進去了 然後給他們安養終老 對 他們碰到你們 真的算幸運的 我們切開那裡面有 一百多隻了 唉唷 這些都是 對 全部都是 都是法會開光機開光壓 對 都我們是收的 你看我們多厲害 我們這些志工 全省都收 喔 對 那是GI進去 唉唷 妳也來喔 唉唷 恭喜我 又是我了 然後後面 那新聞都會報導 報導到後面 就會有其他道長 自己跟我聯絡了 直接叫我們去收 不過講起來 畢業員講說 他是因為有這份愛心 所以他有這個愛 他相信他這個愛心的能量 可以抵過他的懼怕 對 可是說其實 你自己也是會搶 所以你也去過 令你不含而立的 喪罷長的現場 對 就是農道長那一場 就是掉在樹上的 因為其實我去過 你是有看到嗎 我就是 接近我就有感覺就是 全身寒毛指數 背棋發涼 那我跟我的志工 就覺得我們都 不約而同都覺得 今天怪怪 感覺 今天你很恐怖 今天你特別壞 不過我們要轉念一想 我們不能這樣想他 我們要想說他很可憐 他可能怨念很重 他很可憐 然後我的志工 在那個還沒有遇到 龍道長的時候 我們還在守株待度 其實我們都 我們之前因為遇不到的原因 我們都提早兩小時去了 在那邊等 然後我們的志工就帶我去 附近的媽祖廟拜拜 我就跟媽祖說 我希望今天能夠順利 然後我有感覺說 這一個 往生者他很可憐 然後請媽祖可以做主說 讓這個往生者可以 那個好走 就是幫他解脫 然後我們一拜晚 要回程 回到那個 有上吊的樹上的 那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突然靈光一閃 就想說 我要 好像是叫我要燒那一種 佛教的往生背 紙的往生背 皺輪紙往生背那一種 我車上都放一整本的 因為我們看到小動物 我們就會用往生背 給它包起來 然後看是要帶去買帳 還是帶去火化 我們都會有這個 所以我們車上都會有 然後我就馬上靈光一閃 我就想到 原來今天那個恐怖的感覺 害怕的感覺就是 那可能那裡面的眾生 那裡面的眾生 無形的眾生 可能被老頭往生背 然後我就拿了半本 半本就大概兩三百張 然後就在那附近燒 那其實我在燒的當下 我就請地藏王菩薩作主說 可以讓我身上 今天燒這個皺輪子 來布置給這裡 所有的有需要的眾生 然後包括自殺的往生者 然後希望他們都離苦得樂 可以往生到很好的地方 那我在燒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情就已經愉悅了 就那心開意解 原來就是要偷往生背 想要解脫 因為他知道 可能我都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來跟我要 然後那個燒完之後 一切都很順利了 不然原本就是 我們原本其實找不到地點 因為報導上面是寫說 是房子裡面 然後事實上又不是房子裡面 我們都在那邊一直亂找 然後之後那個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棵樹 然後又覺得很恐怖 然後又有那個 其他路人夾一餅釘 都一直來盯著我們看 就是好像要圍覽我們這樣子 想說你們也很奇怪 你們在幹嘛 對啊對啊 他們想說我們在幹嘛 我們是不是想要去給人家直播 因為那裡會有里長 或者是疫警那一種 我想因為之前很多 他們的送肉粽 都有那一種直播主 跑去那邊鬧 鬧場 不是就直播啦 他的收視率也很高 有些人就是看那個 就是抱著不尊重的心態 去給人家這樣拍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抱持者 我們是尊重那個往生者 我們是要救生命 然後包括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自己也會回向 回向給送肉粽的往生者 然後希望他可以好走結怨事結這樣子